接下来的议程主题是 国会资讯网站经验分享 在进入主题二之前提醒大家几件事情 在主题二结束之后 接着就是午餐时间 到时候请大家留在位置上 会有工作人员送上午餐 那再说明一下现场环境 洗手间的位置在出门后左手边 另外八楼的洗手间在右手边的楼梯口 会场后方有提供饮用水 欢迎自行取用 旁边就是垃圾回收区 请大家丢垃圾的时候协助简单分类一下 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场边 穿黑色衣服的工作人员寻求协助 好 那我们来邀请我们的 今天在主题二 国会资讯网站经验分享的部分 在这边我们来邀请我们的讲者们来上台 这边我们邀请立委投票指南的 专案发起人骆敬成先生 还有立委出任务的专案负责人王熙 以及未来国会的经验者 史梦·黑摩 邀请三位讲者来到台上 每次到了大选的时候 我们常会不知道说 我们要把票投给谁 哪一位立法委员表现得好 哪一位立法委员表现得不好 在以前的时候 我们可能只能够凭着脑海中的印象 然后来投下我们神圣的一票 在那样的氛围情况之下 这时候我们蓝面也会看到的是说 很多的委员他们可能被迫 需要来创造很多的新闻 被迫需要创造很多新闻的话题 这时候才能够让他的选民认识他 或者是说他需要花许多许多的时间 在当地的选区跑来跑去的 那在这个时候导致了很多人会吵笑说 怎么立法委员好像坐得跟里长一样呢 但是他们可能在台湾的选举文化中 被迫的不得不如此 因为如果他们频繁地出现在地的选区的话 民众可能压根不知道他 就算他在立法院里面表现得更加认真 但是民众不知道他的话 他最终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进到国会电厂 更进一步地为大家来服务 随着我们科技的演变 在这短短的十年之中 慢慢地网络越来越加地流行 除了年轻人使用网络以外 网络的这个族群甚至慢慢地扩大 一路到了可能现在我们的爸爸妈妈 他也开始使用的智慧型手机 他可能会用LINE问说 你早上那个有没有吃早餐 然后晚上睡觉了没 他们也开始使用了网络 可能在网络科技的发达之下 在这个时候许多的工程师 投入在政府这块 投入在开放政府开放资料这块 进一步地协助我们民众 创造了许多许多的网站 让我们来更加了解政治人物做了什么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的来宾 第一位是立委投票指南的专案发起人 洛敬城请大家那个掌声欢迎他 好那因为刚刚被告知要在八分钟 所以我就尽快 那我会做这个网站也是因为 我投票的时候觉得 我怕挡到 好因为因为洛敬城有移动 所以我们等一下都给他30秒好不好 OK那我会做这个网站就是因为我第一次投票的经验很不好 因为我就是不知道投谁 然后家里叫我投谁我就投谁 然后我投完以后出来就很不舒服啊 觉得民主被我这种人浪费了 那我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投票的时候 看到这个政府给我们的选举公报 其实我是蛮震惊的 就是居然政府给我看这些就要投票 我觉得大家都都是这样就可以投票吗 因为我看到的都只是 他们说他们要做什么 讲难听一点就是宅宜好小 然后我其实比较想要看到是说 他实际做过什么 我可以跟我自己的立场去做一个参考 所以我就开始想说 是不是有一个工具可以辅助我来投票 那是不是也有很多台湾人跟我一样 有碰到这个问题 那最后经过一段时间 我们就做出了这个网站 那呈现的除了有中选会资料 当然还有这个立委在立法院实际工作的一些记录 然后还有监察院他们申报的财产 那整个网站在选前一个月 大概是有40万使用者 那其实放到单一选区来看的话 比如说这是40北投 那最后票数差距只有1万3千票 那来这网站看这个选区资讯的大概有2万5千人 那像另外一个选区更激烈 最后票数差距是只有6千票 那到这网站看这个选区的有快2万人 那大概介绍一下 因为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看过 那网站最多人看的目前是这个 整理过的立委表决页面 那这个立委表决的立场是什么呢 是每个使用者都可以去对每个表决 他去下一个简单的标签 例如他看完这个表决以后 他觉得说是调涨基本工资 那他就可以下这个标题 那你同意的你就可以去按加1 那得票最高的这个标签 就代表了这个表决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那表决都写得很长 一般人真的是很难看得懂 那如果经过这样子的整理以后 你就可以在选前很容易 或是你平常也可以看 就是你可以大概很明显地看出来说 这个立委去赞成啊 反对或弃权怎么样的议题 那像如果你有更有兴趣 你就可以针对单一的表决进去去看 那像我画红线的部分就是 他整篇都是讲这样子好像古文 就是我觉得很难看得懂 那你就可以在左上角去做标签 比如说很明显的嘛 就是他希望不要再有近海的拖网作业 那我这边也是建议啦 是不是我们立法院的内部的文书 不要再用这么文言文的方式 稍微用一些比较简单口语 让我们这种没有什么知识 没有的人也可以看得懂的方式 那像这个是最近也有在讲的嘛 就是年金改革 那其实这个在2013年 民进党跟台联也有提出来过 那这也是一个我觉得 各位可以很好去参考的方向 以前民进党有提出过 这样子的改革方向 那你也可以跟现在他们现在执政以后的改革方向去做个参考 那像立委要提法案嘛 那最近蛮红的也是针对劳基法 那其实法律对我这种不懂法律的 我也是觉得很难看得懂 所以说我们就做了一个 像是这个有左边的原条文 到右边 我就会做比如说删掉了什么 就用红线把它划掉 那新增什么就用绿色的字把它显现出来 那像你这样一眼看过去 就很明显看到说 它把这个什么适当删掉 改成一个明确的11个小时 那我看到觉得蛮 哇 我们的法律居然还可以用这么模糊的一个字眼 适当 就是这么形容词的东西 居然可以放在我们的 台湾的法律里面 我觉得还蛮震惊的 然后这么多年都还没有被修掉 那我昨天有稍微做一个统计 就是一到八届立委都提出了什么修法 他们修最多的就是所得税法 我看到的时候觉得蛮有趣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觉得有趣 然后那我再提供一下这资料应用的方向 比如说像这次监察院放出来的这个政治现金的表格 那因为我们一般人应该没有那么多钱 其实我们看到一般都是只能看到一个斗点 像这种两个斗点我就要看很久 我就不知道到底是多少 所以说我们就尽量把它做成一个 然后就把它写成几万 然后用一个图表的方式 像你这样一眼看出来 那个蓝色很大一块 那就知道说他的钱都是从盈利事业来的 一半了 然后几乎都花在选举上都花在宣传 然后支出跟收入一比较就发现 哇他居然选个选举还自己再倒赔一千三百万 真的是了不起 那像这个选区我也是很建议 就是各位不要再用什么第一选区第二选区 我相信有些立委自己选完 可能自己都忘记这是第几选区了吧 对啊 因为一般人只知道行政区嘛 就稍微写下行政区 那行政区当然也还是有问题 因为可能行政区会有跨选区的问题 那也没关系嘛 就是把它用理在 比如说比较少的理就把它标注在上面 那其他的他就选民就比较好 找到他们是哪一个选区的 那另外这个是立法院的那个议事录 像这个就是表决的在议事录的名单 那我那时候看到也是 哇没有投票的人居然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面 连我们的会议记录都没有写 实在是太令我震惊了 所以我就稍微做了一个统整以后才发现说 哇居然可以有这么高的比例 自己不来投票 那选举权都叫我们要去投票 然后上了以后自己不去投票 那像这个也是 这个又不是立法院 这是新北市议会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个问题 他们都会把那个没来的 就当做好像没这个人这样子 那你再稍微统整一下 其实我那时候统整出来的时候 我就想说怎么可能缺席96% 一定是我程式写错了 我就把120几个会议记录我都把它看完了 发现说真的没错 然后想说还是不太可能吧 他会不会只是顾问 可是我在中选会查 他真的有参加选举 但是其实我这样把它标出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在这网站上我都不会去做排名 就是你觉得看到这样子缺席不好 那是因为你觉得缺席不好 有些人他可能觉得说 他这样子无为而至 很棒 然后 这个我跳过了 然后 这个跑掉了 反正就是说 我今天分享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 像我们监察院的阳光法案网 比如说你去搜寻连站 你按一个比较旧的年度 他会跳这个视窗跟你说 它已经超过五年了 这个资料已经要销毁 我就有这个感想 我就自己看一看 那其实这个资料呢 我都还是抓得到 它只是没有公开而已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这个资料都是由我们税金做出来 结果还要销毁 像食物一样会腐败掉 就觉得说 这还是有点不可思议啊 然后 时间不够了 好先这样 可以多三十秒 很多使用者问我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没有咨询记录 没有发展记录 因为我觉得这个没办法 我没有办法说去追踪说 他是不是做的跟他说的一样 然后像是 这个新闻记录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定义什么是媒体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媒体该全部抓进来 那再来像是 为什么没有这种问卷啊 承诺书记录 也跟第一个很像 我没办法去做这个追踪 然后第四个是说 为什么没有这种答题 就是比较说 打几个题目 我就帮你配对一个候选人 那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比较 那光是你要设计哪些题目 这就有点 就比较主观了嘛 然后 再来是 对那这样子 使用者说的我都 没有做 这样是不是 好像我很垄断呢 那目前我想到的 解法就只能是说 我把这些 我做出来这网站的所有过程 程式码都放在网络上 你也可以进来共鑫 你也可以进来改 对 目前只想到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这样 那当然欢迎 因为我离20岁 这个第一次投票已经越来越远 所以说我不知道 新手投票会有什么困难 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进来帮忙 谢谢 诶 那我们在现场做一下调查 之前有用过立委投票指南的 可以举下手吗 哇 超多的 有没有觉得内心很欣慰 对啊 目前大家可以准备一下 像说今天我们做这个专案的本尊大大 来到现场 大家可以准备 等一下要问什么问题 那也包含说 等一下我们继续有两位讲者 也会继续上来为大家分享 所以说这边的话也可以 大家等一下在听演讲的过程之中 也可以一边的准备说 有什么样的提问的部分 我相信等一下提问 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好 那在这边我再做一个调查 在之前的时候 我们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他有做一个粉丝业叫公道伯 有听过公道伯的可以举下手吗 有人知道公道伯幕后是谁在做的可以举下手吗 有人举手很厉害 我们下个讲者他非常厉害 他其实是参与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像说他在公道伯这里 他其实是一个 他有做出相关的分析 他也是幕后的重要的推动者之一 那并且他也在开放国会这块 有着许多的投入 他实在是一个低调的传奇人物 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下一个分享者 史梦黑魔 只有八分钟 但是我准备了四十分钟 那我原本打算几个skip掉 那包含他都已经介绍我了 那我自我介绍就skip掉好了 那大家 我后来发现我也在网址上 就是在那个共笔 Hack folder贴上网址 所以大家也可以进去看 这个skip 这个可能一讲都讲不完 国会还有未来吗 事实上而言 应该是说我们大家都在追求一个 所谓的直接民主 全民政治 但是现在这个国会真的 真的可以做得到吗 是我们一直在质问的事情 当然基本上 或许像我这样的人 会想要追求像成为博客人 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博客人 这样子的一个全民政治的一个状况 但是这个东西离真的目标还蛮远的 只是说 有没有可能透过技术面去完成 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挑战 那我们当时在做未来国会的时候 也面临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知道开放政府很重要 开放国会很重要 但是拉回来 到底人民的想法到底如何 国会有没有可能 OK 人民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透过 国会网站等等的机制 或者是国会图书馆的机制 大概知道国会在干嘛 相反的是 那些从政者或者是立委 或立委助理等等的人 是不是有可能透过国会网站 国会图书馆来知道人民在想什么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 这才是我们认为 达成全民政治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建设 但是好像没有能做 这也是我们 我一直很想要去参与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然会有一些计划 那这个计划就是未来国会计划 那未来国会当然是希望做到是说 能够让 透过国会网站或透过国会图书馆 能够把这个barrier这个障碍去把它打破 但我们想要说 我们既然不是真的在参与者 我们想说至少做一个示范 说这个网站有可能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那当然 接下来就是要选举嘛 就是说我们当然也要让大家知道 怎么样子去选择一个好的立委 能够 当然这也是其中 示范社群媒体的衡量方式 当然其中也包含的是 我们想要 像刚刚说的那个 立委投票指南 还有另外一个嘉明忠写的选举行ılmış 我们觉得做得很好 可是相对的来说 我们也觉得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 怎样子能够突破一些问题 包含刚刚到最后几点 使用者怎么去做选择 我们尝试着去遵乏这件事情 好 那 当然 因为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所以他们做过我们都不做 这个是工程师最大的毛病 就是别人做了我们就不再做 當然我們會嘗試的用不同的介面去呈現 或許已經有人看過 就是說我們會相對 因為畢竟而言 我們最後有四個比較專業的人 但其中包含UI程式設計等等的東西 所以有些人會說 做的真的是比蠻好看的 但這個要怎麼用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想要做一些不同的分析 例如說這個立委平常在說什麼話 做什麼東西 不只是在 在那個諮詢等等的東西 甚至他平常在新聞在臉書所說的話 我們能不能把它集結起來 成為說我們對這個立委 或者是立委候選人的了解 我們想要做到這樣的事情 接下來之後還想要知道是說 到底立委這個人到底他的表現如何 他真的有在經營社群嗎 或者是大家人民對他的想法為何 我們想要做一個呈現 所以說我們未來國會做了幾個東西 一個就是說我們能夠 我們能夠把立委的政見或者是他的背景 或者是他曾經提供的事情做一個所謂的徽章 就是他支持多元成家就給他一個徽章 他支持透明政府給他一個徽章 他支持動物保護法案就給他一個徽章 讓每一個人對這個徽章去做 你自己認為說這個徽章重不重要 這有些人 每個徽章都可以給正三分到負三分 也就是說我就是反對多元成家 所以說假如你支持多元成家的話 我就給你扣分就這樣子 最後我們可以算出來說到底你這個人 到底是不是選出對你而言最合適的候選人 這是我們要嘗試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就是剛剛說的我們有四個 另外有另外兩個人坐在那邊 應該比方他們都很低調 我們最後也是 事實上我們當時是想要很早就把它完成 但是最後也是一個 我們雖然說是有企圖性 但是到處都很懶 所以最後反而是在選舉前五天才把它做出來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效果就變成非常有限 但是也說目標也不只是說真的能夠用 而且能夠做個典範 所以相較之下 我們的數字當然就跟選舉行業差很多 我們五天來大概只有五萬個使用者 真的去做配對的也只有三千多人 雖然說有些人會覺得說 對他們而言 它這個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管道 因為很多人沒有看過這網站 我大概截圖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首頁 這個首頁基本上它的排序是 按照臉書的談論數 也就是說現在而言就是可能 在臉書中最紅的是王定宇 他是當選者 當然第二名是郝龍斌 第三名是侯漢廷 這個是 因為這個東西基本上我們會認為它是一個非常 porque 中國跟粉絲團的數字 很多聯繫說 我們不是說只是你來我們的網站看 我是希望你到各個地方 包含選舉黃頁 包含 不是 立委投票指南 選舉黃頁 還有國會監督聯盟 還有公督盟 還有國會調查兵團 各個資料 我們都嘗試的把它集結 讓大家能夠透過這邊看到更多的資訊 當然 我剛剛說的是 這個網站最特別的就是 這個網站是徽章制度 我們幫這個立委候選人 設計各式徽章 你之後你可以 針對每一個徽章去定義自己的分數 最後去做一個配對 就是說配對出來 我可能 范雲可能是我很高的朋友 所以我都蠻支持他的 但事實上洪詞勇也是蠻高的分數 當然這個系統最有趣的地方是 因為我們本身就是在做語意分析 所以我們會分析出這個候選人 到底在談什麼東西 例如說 這是剛剛說的前演章 我們發現他講的東西 比較多的是國會改革 建設跟兩岸的事情 這個也就是透過他之前的發言 來去做這樣的分析 也嘗試著讓使用者知道這兩個東西 所以大家有空的話也可以去想說 這只是一個示範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能夠做到一個雙向互動的一個國會網站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謝謝大家 謝謝 其實可能透過哪些工具做出了哪些事情 而我也非常期待 未來的時候 不見得是臥草辦的國會松 或許是在各式各樣的各種場合 而我們可以看到有更多更多人的投入 在這邊絕對不只是需要工程師 也需要各行各界的夥伴 投入在這裡頭的時候 絕對可以創造出更多的相關的資訊網站 而讓我們在關心政治或是在投票的時候 我們有更多的資訊 然後來進行最棒的選擇 那針對今天的這個主題 我們第三位講者 這是王熙 他在立委出任務的這個網站之中 花了相當大的心力 然後做了許多有趣的實驗 所以我們現在也用八分鐘的時間 讓我們來聽聽看說 王熙在立委出任務裡頭 和相關的臥草的夥伴做了哪些實驗 那首先是 事實上今天是真的非常興奮啦 因為其實我想分享立委出任務的一些心得 其實很久了 那所以 今天其實也非常難得 不過現在 剛剛是主持人 現在一秒變講者 希望大家不會看膩好不好 那 立委出任務是在2016年的時候 我們希望說 有在2016年這場重要的大選前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提出一些 在 我們真的在投票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可以更真正的去認識這個候選人 我們可以怎麼樣真正了解到這個候選人 是不是跟我立場一樣的 是不是我想要支持的人 這件事情 其實一直都有這個需求 我們作為一個選民 其實都有這個需求 可是我們好像很難在 不要說這個政府部門的 可能很多 我們都只能靈心的 從新聞 或者是從一些像 軍委的專案 像立委投票指南 這樣子去靈心的找到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 可以真正建立候選的履歷 這其實是立委村屋這個 這個網站一開始的一個目標 所以呢 我把它稱之為 這是2016年的去政治 同時還有一個是趣味性 我們希望增加它的趣味性 降低公民去瞭解這件事情的門檻 所以我們一開始在設計的時候 就把每一個立委 模擬成好像像是 我們都知道我們喜歡玩 不是我們啦 我啦 不好意思 比較窄 我個人很喜歡玩遊戲 所以會喜歡把它 模擬成像是RPG的角色一樣 就像是一個 一個一個 選一個角色 我們今天投票的時候 就像選一個角色一樣 選一個英雄去出任務 那這個英雄 到底他是英雄 還是不是英雄 他有沒有真正履行我們的任務 我們可能要 可以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網站來看到 那我們團隊在討論的時候的初衷 一開始在討論非常久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產生了一個 很快產生出一個理念 就是我們覺得其實改變台灣現況的 一個選舉文化的關鍵是 知情投票 投票這件事情不是真正的 只有投票不是真正的民主 你知道你在投什麼 才是真正的民主 這是我們希望給大家 那什麼叫知道你真的在投什麼 就是你真的知道這個候選人 是你想要的 這是我們一個初衷 所以我們才會想說 我們有一個 雖然是slogan 就是真實的資訊 我們盡量提供真實的資訊 讓你去能夠正確的投票 選出你正確的一個選擇 那一開始我們切入點的時候 其實在考慮的時候 其實也想到 像立委投票指南 都針對了 像投票表決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知道其實 社會社會上面非常多 是議題的在討論 那在議題的討論有時候很難 不是每一個議題 就是行程法案 都會到表決那一關 有些是根本沒有表決的 有些可能在委員會審查是比較多 有些可能甚至是黨團協商 那可是這個會讓我們 其實在過去幾年 我們一直面臨到一個問題 是這些議題明明很重要啊 比如說福茂 福茂這議題超重要的 你會在任何立委投票指南當中 找到表決嗎 可能沒有 可能你不會找到最終 他不會有惡毒 他可能根本沒有這些表決 那我們要怎麼樣 真正去認識這些議題 以及認識在這些議題上面 各個立委的表現 所以我們想了一個模式 這是我們很希望 能夠打破的一個模式 就是過去很多NGO工作者 都非常非常辛苦 努力的去研究 爬書這些議題 爬書完了之後 然後希望去跟這些立委說 你可不可以這樣子 法案可不可以這樣提 可不可以這樣子 但是可能真正當選的立委 他不一定會真的理你 我們都知道會有這樣的困境 為什麼 因為立委其實在意的 其實是選票 所以其實這也是這個網站的初衷 就是我們希望 NGO的很多專業的意見 其實應該真正去 他不是只有去影響政治人物就好了 他應該去影響選民 讓選民認同或者是了解這些議題 非常重要 而選民了解了之後 再去影響那些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在當選之後 他才會去改變 或者是完成這個議題 正確的一個方向 這是我們的一個想法 所以這也是我們希望可以建立 這樣的一個議題的循環 那立委說中這個 所以我們很快的了解到我們 立委說中開始的一個初衷 就是我們希望建立成 建立出政黨立委候選人 在議題表態上面的這個紀錄的PK 特別是PK 因為我們最後還是要選啊 我想知道我這個選區 這兩個候選人 到底他們在這個議題上面 選了什麼 他們選哪一邊站 那一邊跟我有沒有同一邊 那這裡有五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是 我們希望根源的一個很重要的 還是要根源於真實 而且是盡量完整的資訊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是立法院公報紀錄 我們爬了2200多筆 跟針對我們的議題去爬的這些 我相信實際上數字更多 因為我們真的是力量有限 所以能做的其實很有限 那等一下我可以給各位看 那是一個多麼艱辛的過程 那再來我們也有一些候選 他不是現在的立委 我們也去問他承諾 所以剛剛其實Johnny提到說 他沒有做承諾 沒有做質詢發言的部分 剛好都是我們做 我們來互相補強一下 那再來是我們把這些記錄 在六個議題當中 我們去找相關一些專業的 一些NGO團體 我們盡量一個議題 可能不只找一兩人 我今天其實看到 有幾位NGO工作者 就是過去被我們徵詢過 一起協力的團體 都來到現場 我非常感動 大家應該都知道 那個時候其實很艱辛啦 那以及我們把它變得盡量 可能有趣化以及容易懂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秀給大家看說 我們如何把這些資料 視覺化的呈現 以及就是怎麼樣 建立一些遊戲化的互動機制 那下一個就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有選出來六個議題 那當然很抱歉 這件事情真的是 我覺得很困難的事情是 如果議題能夠越多 就越全面 就能夠越具參考性 但這也就是我們未來 會想要持續努力的事情 如果我們相信議題越多 涵蓋各個層面的話 就能夠讓大家都滿足 大家的心裡想要的選擇 這是我們那時候選出來的 那再來是 這就是遊戲化互動機制 有點 真的是有點阿宅 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就會跟你講說 比如說以克剛這個議題 我們就跟你講說 現在有一個城堡 這個城堡被握一隻怪獸 就是黑箱嘛 anyway 那有一群勇者 就是那些立委 他們都說他們 他們都說他們 是勇者嘛 那我們是人民 我們要選出他們 這是我們要選的 那你要不要看一下戰役簡介 這個戰役簡介 就是我們可能跟NGO協力 去產生一個懶人包這樣子 那以及就問他說 你贊成還是反對 其實這個立場 我們可能每一個議題 會有一句話 像你克剛這邊 我們可能就是問一個問題 是克剛的制定程序 完全公開透明 這是你支持的立場這樣子 那再來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視覺化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這是第八屆的 這是第八屆的 這不是第九屆 第八屆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還有台聯 這各個政黨 每一個格子 那每一個格子 全部都是發言紀錄 或者是提案紀錄 那都可以點開來看 那所以用這樣一個 很快的視覺化 把所有的發言 這是第八屆當中 每一個立委 每一個黨派的立委 針對克剛這個議題 有發言過的 全部我們把它全部整理出來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非常浩大的工程 剛剛Johnny有提到立法院公報 極其是難看 等一下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再來這裡我們也把它呈現出來說 各個委員大致上長這個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 大致上是偏向支持的 或是模糊的 或者是反對的 大概也可以看到 但這些東西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我們直接下一個贊成就是贊成的 是你都可以點進去看 它真的說了什麼 你不認同它說的這句話是 可能被定性為是贊成或反對 你也可以去下comment 這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可以在這邊去做這件事 這些資料本來長這樣 這樣有沒有人可以從這樣資料 去看出像剛剛那個東西 這每一個東西這樣一密密麻麻的字 我們是如何把它爬整出來 就是真的花費 就是剛剛講兩千多筆 事實上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再來我們也 政黨 各個政黨的議題表態也變成 就是我們也把它表格化 或是視覺化呈現 上面的方格指的是它過去的紀錄 下面的圓圈指的是我們去詢問它未來承諾 而它有沒有回復的 這邊可以看到 包含像民進黨、親民黨、國民黨、台聯 以及時代力量 有回復的我們就會呈現 不好意思再給我一點點時間 然後這個是候選的議題表態 這是我剛剛講到的PK 所以我們這邊選到說 你看到丁守中 雖然這個立委 這個第八屆立委 他過去 他沒有回復我們承諾書 就下面圈圈的地方沒有 但是因為他過去是立委 他過去有發言 所以他過去的發言或提案的紀錄 就可以來代表他過去的立場 我們就在上面的方框呈現 灰色代表 他可能根本完全沒有提到這個議題 而右邊的話是 後來的當選者無資料 他有回復我們承諾書 所以他在這方面 這六個議題上面的態度 是這個樣子 這樣子你就可以在這方面做一個比較 以及個別哪一個立委 李軍英剛好是下午會出現的會員 還好他現在不在 然後他就可以看到 這是他過去的一個歷史紀錄 他過去說了什麼話 你都沒有辦法逃掉 那每一個 一樣我講的每一個方格 都可以點進去 再來他未來承諾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未來承諾書的東西 他在這第九屆 是不是這樣說的 最後 我們未來承諾還有問一個是 他優先法案 這個我覺得也給李軍英偉 雖然他不在 然後我也幫他說一下好話 是他真的很努力在推動 國會改革相關的法案 他幾乎都在做這些 他這一個會幾乎都在做這件事 他那個時候回覆我們承諾書的時候 就說他會去做國會透明 國會改革相關的法案的修正 那這個我們就可以去看一下 他有沒有這樣子進行 到最後最後的時候 選完了2016選完的時候 三天後我們迅速的更新了 我們所謂的議題地圖 這個議題地圖就是 可以看到每一個 你針對我們的議題來講 每一個選區做了什麼樣的變化 大家可以看到在2016以前 就新國會以前 可能地圖是那個樣子的 灰色代表沒有 紅色代表偏向反對 比如說以這個議題是婚姻平權 這個議題來講 是長那個樣子的 幾乎都是灰色的 就沒有什麼人談論到 或沒有什麼人關心 然後少數綠色 但到了右邊可以看到 綠色的地方變多 當然灰色的地方還是很多 所以我們希望用這樣的方式 來去呈現 那這個專案的檢討的話 也很快提到 我覺得 我就開程不容直接講 有兩個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議題資料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所以 尤其是以立院現在狀況來講 立法院公報真的太難爬了 所以說有這兩個問題 一個是很難爬 一個是資料量真的非常多 所以 這也是沃草 今天主也一直提到 就是 未來四年 四年後的戰爭 我們現在就開始準備 以及 可能我們就要開發新的工具 那個新的工具 今天下午的 黑客中的發表 我們在上個禮拜六 有一些出行 可以跟大家分享 再來 但是我也覺得有一些啟發 就是說 第一個是 我非常希望可以做到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可以真正用紀錄來去取代我們的感覺 我們常常會感覺那個立委好像不錯 那個立委好像還蠻好的 可是我們能不能真正跟人家講出說 跟任何一個人說 那個立委到底好在哪裡 因為他說了哪一句話 因為他在哪一個提案上面提了什麼樣的法案 我們能不能說出這件事情 在過去我們真的很難做到 然後第二個 這個很大的感觸是 開放資料真的不是只有 把資料放上網路就好了 這很多人都有提到這件事情 像剛剛講到 立法院公報你都可以看得到啊 可是立法院公報裡面的資料 非常的難看 所以 這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這個 最後 還是那個 就是 知情投票是 我們很希望每一個也可以彼此說服跟分享出去的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好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的第三位講者王熙示範的什麼叫做霸戰質詢台 不過霸戰質詢台下面每一位今天的參與者都有機會 等一下我們在第三個主題的時候 下午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一起來參與這個活動 並且下午的時候 會跟委員們這樣子面對面 然後的時候 透過你們所討論的問題 然後來 諮詢委員 看看委員會有怎麼樣的回答 好 那既然我們將即將進行到的是現場QA的活動 那在QA活動之前的時候 我先自問自答一個問題 等一下中午怎麼辦呢 大家不用緊張 大家等一下不用急著走 大家等一下就在位子上頭 我們可能會在台北市的很多地方吃飯 我們可能會在台北市的很多地方吃飯 可是我相信在座各位 應該沒有人在立法院裡面一起吃過飯吧 我們等一下就在群仙樓大餐地一起用餐 這也是等一下中間的議程 好 那接下來的時候 目前我們開放大概10分鐘左右的QA 避免耽擱大家太長的吃飯的時間 那在這邊想詢問一下 現場有人要提問嗎 好多人舉手 好 大家手先放下 好 先講一下提問的規則 今天就是每個人就是講30秒的時間 原則上以30秒來描述問題 提問的舉手 我想講一件事情 所謂東太透明目的 當然我們不像那些專家知道 知道很多細節啊 專有名詞 可是一個真正的專家 我們學習說 如果你的簡報 如果一個專家 你沒有辦法把講的小學生懂的話 你不算專家 你支持那個領域 那專有條件 待在那個領域的一個人而已 所以 我這邊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然議題式的那種方式很好 要花的精力很好 很大 所以有沒有可能建立 像駭客松 骨會松這樣的社群 對 比如說對環保這樣 有 有興趣的人去研究 然後長期的去 對這個議題做 奉獻這樣的一個方式 然後這樣才有可能 一直有人 不然就是靠某些人 某些人去努力 當然科技可以幫助一些事情 可是 總是要人來加入 然後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有沒有可能有一種平台 然後建立各的議題的一個 所謂的社群這樣 對 這是我的想法 好 那 那我們再開放一個問題 然後讓那個講者同問同答 想提問的請舉手 好 換那一區的那一位 那原則也用30秒來描述問題 三位講者您好 就是我首先想要請問一下 立委出任務的那一位王先生 就是 剛剛有提到那個 NGO的那個回圈 我比較好奇的是為什麼 會 你剛剛講的 聽起來讓我覺得說 你把教育 把議題傳達給人民的這個責任 擺在了NGO身上 我比較好奇的是為什麼會這樣想 而不是擺在 把這個 把議題傳達給人民這件事情 擺在立委的責任上 或是政府的責任上 我不認為這樣 我不認為擺在 NGO身上是錯的 或是擺在立委身上是錯的 但是我只是想要知道 你後面的想法 再來另外我想要問的是 就是想要三位講者一起問 就是我從剛剛聽下來 我覺得 有很 就是有做出了很多很棒的專案 包含這個立委出任務 或是包含前面的那個投票指南 我覺得 呃 這些專案 還有前 上一場直播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些專案都做得非常好 然後 他們都有不同 他們雖然說是針對不同的面向 比如說直播 比如說選舉等等等 但是他們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國會 但是我 我個人覺得 呃 大家非常努力做出了很多很好的東西 但是他們 沒有統一在一起 有一些部分重疊了 會讓我覺得有一點點可惜 而且 如果 就我 如果是一個平常沒有在關係 就是 我覺得會不會有 比如說搜尋上 你就會搜尋到很雜亂的 就是不好搜尋到那些網站 那有沒有 可能是把這些東西 統整起來 會不會有更大的效用 我想要問這兩個問題 謝謝 好 那目前我們先收集了這兩個問題 那我們邀請我們的講者回答 那 那在這邊就是 講者們等一下再回答的時候 就 距離麥克風經典 因為這樣子 會讓 共筆的夥伴可以更好的記錄 那有誰想要先回答呢 那 雖然我就直接回答 那沒有問我的 我也稍微講一下 像第一個議題說 那個議題的workgroup 這邊 剛就突然想到說 像 立委出任務這邊是由他們自己選出的六個議題嘛 那 也許未來是不是在 資源有限的狀況下 直接 辦一個 比如說全民投票 選出六個議題 那你投了那個議題的人 你就有他的 E-mail之類的 你就可以邀請他來參加這個workgroup 一個建議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關於為什麼 喔 統合的問題 那我這邊想法可能只能是說 目前我就 每個人 將自己能做的東西 就盡量的開放出來 不要 然後用開放授權的方式 例如我今天 做出來的表決資料是大家都可以拿去使用 那也許像 上一場的直播 比如說各種 民視啊 蘋果啊 或是像沃草 他們可以拿這些東西來去做更深入的 比如說 他直接邀請 投這個贊成票的立委 上來說 他為什麼要投贊成 那 這是我一個想法就是 大家都把 可以 共用的東西都先放出來 那整合 的問題就可以 未來就還是有 希望走下去 這樣 謝謝 我 反而覺得是說 不太可能有一個東西 一個 中央的網站 能夠 能夠知道所有的事情 反而是各個網站有各自的專長 之後我們能夠透過什麼 透過API 能夠把它串接起來 讓使用者能夠透過交互連結 知道更多 我倒覺得這才是重要的事情 當然 當然 我們的 國會 國會 網站 官方網站 自己本身也要負擔很強的責任 可是我們都知道 我們國會網站現在 在Google連搜尋都搜尋不到 標題都是一樣 所以基本上就完全不會被縮影 所以根本找不到資料的情況之下 就 或許他們本來就不想要做這種事情 當然人民嘗試著去push這些事情 我們把它串接 是很重要的 跳回第一個問題是 的確我們 事上已經有人在做這種事情 像V台灣也嘗試著在做這樣 你說的那個問題的事情 但是 的確 真的要把做出一個專業的東西 也沒有那麼簡單 事實上 我一直都認為 我這邊說一句話 我真的覺得 國會 立委真的太少了 甚至應該是最少的是立委助理 立委助理我認為應該都要 double 真的 讓那些人真的能夠做更多的事情 當然不是說把那立委助理的那個account 給他的親朋好友 但是不對的 就是 能夠去監督的不只是立委 包含立委助理 或許 這樣就可能達到一個更專業的一個問真的 的可能性 我先回答第一個真的有問題 就為什麼是把那個教育人民這個放在NGO這一環 我其實意思不是這樣子 我應該強調的事情是說 因為過去也跟NGO很多朋友在接觸的過程當中 了解到大家在推廣議題上的困境 那事實上呢 就是 我這邊強調的不是說立委這邊就不用 應該是說 就沒有必要 或是就不需要去理會 就是 在議題上面推廣這個 這一環 我無意強調這件事 我要強調的事情是 作為NGO工作者在推動的時候 不是只有想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說服立委就好 而是更重要的是 要把我們的理念推廣出去的時候 用更可能更 結合科技的方式或是結合議題分析 或者是更淺顯易懂的方式 讓一般的人民了解 我們應該更了解到的是 我們去說服人民會更直接的 影響立委在問政的時候的內容 這應該是我的想法是這樣 那 另外一個問題剛剛講到統合 其實剛剛前面兩位講到 就是說 開放 我想是 開放各 各種開放API 以及資料的嫁接之後 這是一個可解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 我也要特別提到就是說 我們當然也很希望 可以有一個 比較能夠完整的一個 不管網站也好 或者是機制也好 讓各種 比如說包含 像Johnny做的這麼好的 立委投票指南 這樣的一些東西 我們都可以搜尋得到 所以像上個禮拜六 以這一次開放 握場我們舉辦開放國會松來講 我們也並不是說 只有今天這場論壇 而是我們在上個禮拜六 我們就已經有先一場黑客松 這場黑客松實作 我們就是希望邀集說 國內目前大家對於立法院 在做相關專案 都有心得跟經驗以及興趣的朋友 大家一起集合起來 先互相交流 看看我們可以怎麼樣進一步 然後把一些東西 不管整合也好 或是激盪出更多更好的東西 大概是這樣的想法 那我目前就是 我們講的回答完之後 在這個主題 國會資訊網站的經驗分享之中 就是我們非常謝謝這三位講者 在這裡頭 我是非常期待說 能夠藉由這樣的講者分享 也可以刺激大家的思考 然後說未來如果有類似的活動 例如像說台灣相當大的 G0B的社群 像說大家每兩個月都會有 辦一次的黑客松 大家可以去那邊進行提案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也很期待說可以看到 如同像剛剛講者們 他們所參與的專案 或是相關的創意 我們也期待說有更多更多的人 來投入的時候 我們相信說一定會有更多好的 資訊網站的出現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也邀請三位講者站起來 然後接受大家鼓掌的感謝 非常謝謝他們的投入 因為有他們的投入 讓我們許多的網友 能夠有更多的資訊網站 可以使用更加的了解國會 我們大家謝謝他